大家好,我是大树 真没有想到啊 就是小粉红大战英国钢琴家一事 还有隐藏剧情 目前呢,在双方的网络大战中 这个咆哮哥和红衣女 俩人都已经败下阵来 基本上就属于这种销声匿迹 隐姓埋名 不问天下事的状态 但是呢,咱们的网红刘同学 却扛起了大梁 坚守中式正义 在网上围击这个英国钢琴家 想凭借一己之力 力挽狂澜 取得最后的革命胜利 那么刘同学呢 在回怼英国钢琴家的这个视频中啊 他有提到 他和小伙伴是属于纯志愿的 帮助国内一家自媒体公益平台 拍摄中国的新年祝福节目 这个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不诚实的回答 请问这家自媒体公益平台是哪家啊 我们要见证一下 至少你要告诉我们一下 这家媒体叫什么名字 其次呢,刘同学 是作为什么样的身份 并以什么样的方式渠道 才能和这些资深的大外宣小分队取得联系 并在什么样的条件情况下 才自愿帮助这家公益媒体做免费的视频节目 我不知道别人啊 但是对于红社会在海外拍摄这种新年祝福的主题节目啊 我是最了解的啊 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 我有去当过群演 但是呢,当时年少无知的我啊 并不以为这种是大外宣的节目啊 我只是正常的去领了一个盒饭 唉,那个时候我还是有一些粉红的潜质的 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啊 我当时是有说到这个的 其次呢啊,刘同学说 他当天的视频是极具保密性的啊 具有私密性 哎哟,史密达 那这里呢,我也想问一下啊 为什么我们能在中国驻英大使馆的华人社团联谊会上 看到了这群人的身影呢啊 当然呢,这一点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啊 但问题是 我们在看他的回击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一口就咬定 当时的这个英国钢琴家是在那里做商业直播 那我想问问 你在网上反驳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 你在进行商业炒作的行为呢 这个也是商业活动呢 紧接着呢 刘同学啊,他又补充说到啊 在这个钢琴家开始弹奏之前呢 他是没有通知他们 他在进行直播的 甚至呢,钢琴家还用手机拍摄了在场的所有人的画面 但是,英国钢琴家的这个原直播视频啊 我是有看过的啊 这里刘同学穿插的画面 根本就不是视频最开始的视频片段 啊,他是移花接木拼凑到这里的 所以显然啊,刘同学是在这里啊 颠倒是非黑白 那么说到这儿呢 啊,我们可以看出 刘同学是越描越黑 后面出现了一个片段啊 蛮具争议性的 那就是这个英国钢琴家走过去 和这个红衣女子握了个手 并问他说 你是不是从日本来的 然后这个女的说 她是从中国来的 啊,紧接着呢 这个刘同学就指出啊 这个钢琴家一直在管他们叫做日本人 所以刘同学认为 这个钢琴家是故意的啊 他明明知道他们是中国人 他还故意调侃说 他们是日本人 并且说他们的行为是鬼鬼叙碎的 而且呢 他还着重强调了一点啊 就是后来这个音乐家 在邀请这个红衣女子跳舞被拒后 他还弹奏了一首曲子啊 据说呢 这首曲子啊 在墙内是属于高度刺激国人的这么一首曲子啊 因为英文的清澈 他有点类似于青冲之类的这么一个字眼 所以呢 基本上所有的国人啊 一听到这个词 基本就会扎毛 可是呢 我们也知道 有些歧视就是因为某群人死性不改 才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歧视精神呢 才会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后呢 这个刘同学啊 就在强调啊 这个英国钢琴家啊 说他们手中的这个小红旗 是共产主义旗啊 他觉得用这个词呢 形容特别不礼貌啊 而且呢 很具争议性啊 最后面呢 他就是强调啊 谁在说谎 谁在颠倒是非黑白 其实呢 在我眼里看啊 整个事件之所以会上升到国际高度 包括后来英国人弹奏的这么一首 所谓的歧视精神的曲子 其实都是因为这个挥舞的小红旗开始了 我觉得呢 任何人区别对待国人啊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啊 再加上这个国人的脑袋 红丹丹的是吧 而且还特别激进 总讲那种红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真的特别招人烦 就即使英国钢琴家 剪掉开始的画面 多数人也不会觉得钢琴家有问题啊 所以呢 这就是世界人对国人现在的这么一个态度 那从我的眼里看呢 我觉得我们的国人应该反思一下 因为你现在是完全没有信誉了啊 可是呢 我们的抹粉从来不反省啊 不管什么事情 最后呢都会夹杂着他这种红色的意识形态的东西 我们作为中国儿女也是要好好地去包裹 可以的 有尊严地去使用 不乱丢国际 不损坏国际 如果见到随意损坏国际的人更是 我们要主动上前支持 用自己的行动去保护国际 真的是死性不改啊 我知道区别对待呢 会让人非常不爽 但是你用这样的所谓的爱国方式 去反驳对方 你根本就一点都不占理 我们知道啊 红社会天天和国人洗脑 党和国 它是同一个概念 那么人家钢琴家 指出你这个中国的小国旗是党旗 他俩是一样的 单从这一点上来说 他是完全没有毛病的啊 完全是符合红社会的意识形态的 那别人说你这个小旗是共产主义旗 你为什么还生气呢 甚至你还要拿出来说 要维护祖国的国旗 你不是让人家觉得你这个脑子里的思维 在互相打架吗 所以啊 魔粉就是魔粉 他那红色的思维啊 都已经印在了他们的灵魂里啊 所以连出来反驳 都有红色在做怪 所以啊 人家鄙视他是有原因的啊 那这件事情呢 我想错的一定是挥舞小国旗的这群人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誉 就是只有那么几次而已 好了 我是大树 我们下个视频 见